大家好,欢迎又来到《北斗雍》频道 今天是2022年8月18日,第605集 我们今天的题材是《港交所业绩再倒退》 我们在第604集的时候,就说腾讯有机会想卖掉这个美团 不过后来腾讯的管理层就说 不会啦,可能是市场的谣言,没这样的 不过在我的频道里面有些观众留言 可以把美团的股权或股数分给腾讯的股东 那又可以啦,因为腾讯现在持有美团的股权大概是19.29% 那股数大概是超过10亿股 刚好我真的帮他计算过,原来每10股腾讯真的可以分到一股的美团 如果真的有得分的话,回报率大约有5.5% 不过分出来的肯定是碎湿湿的碎股 对那些小股东来说,一拿到这些股权的话 通常都快卖了它 另一方面,如果就这样派了去的话 其实对腾讯来说是没什么好处的 如果这个美团,你知道 现在总市值,即是他现在拿着这部分 总市值是超过2000亿的嘛 如果真的卖得掉它的话 拿回那2000亿放在公司里的话 咦,效果就会好很多 就好过分给那些股东啦 不过因为否决了说不是想卖得美团 所以无论是腾讯也好,美团也好 股价也是升上去的 升上去的话,作为股东便安乐点啦 好了,其实有一个小道的新闻想和大家分享一下 大家想不想知道在内地里 腾讯到底每一个员工大概赚多少钱呢? 这里有点端倪想告诉大家 譬如因为腾讯想折省成本 所以最近财减了大约5500名的员工 最新的员工的数量大概是11万07百人左右 所以总薪金要支出大概是292亿 但是因为剪了这5000多人的话 就省下大概是167900万 所以现在要计算数了 就是没有被人炒那11万呢 平均每个月的薪金是多少呢? 我帮你计算数 大概是22000人民币 如果被人财走了那批呢? 财走了那批呢? 大概占167900万元 所以平均来说每个员工大概每个月的人工 大概是25000左右 原来内地也有这么高工 今天我们要讲的是什么呢? 就是四大股王之一的香港股票 就是这个港交所388 原因是它公布了业绩 到底是怎样? 现在看下去大家就知道了 因为这个港交所是我们香港其中一只巨型的股王 所以我一直都有拍片跟踪着它 如果说跟踪的话 应该可以数到第204集 当时就是2021年的1月 那时候我就说港交所的股价升够了 原因当时的股价已经升穿了500元一股 是去到510元 很厉害的 当然了 那时候就是牛气冲天 日日的成交 金额又厉害 当然当然是可以赚到很多钱 但我同时在第204集的总结部分 也提醒了大家 就是我们香港现在的实际环境 可能跟以前已经非常不一样了 我已经叫大家要小心点 另一方面也说 其他国家对香港现在的看法才是最重要的 如果他们还是觉得 香港是一个重要的金融中心的话 当然钱当然会继续留在香港 但如果不是的话 钱就会不断地流失了 那现在到底是钱留在香港 还是钱不断地流失呢? 大家有眼看的了! 接下来 在第301集的时候 我也说了 港交所可能会成为香港的新股王 原因是 当时港交所的股价 也再一次升到524元 但腾讯那时候也是在做500多元 是564元而已 其实两间公司的股价很相近 只要一个高一点一个低一点 分分钟 港交所可以成为一个新股王 当然了 现在回头 原来这两只股票也跌得这么厉害 当时我也在第三百另一条片尾的时候 也说了 希望港交所千万千万不要变成一个 柠檬市场 因为柠檬市场 就是代表这个市场里的货 全部都不是美货 就像我们现在香港那样 如果不是美货的话 就死气沉沉的了 同时我也警告了大家 希望港交所千万不要先甜后苦 如果先甜后苦的话 就像现在这样的话 那就弊家货了 到底我们还有没有机会可以重生呢? 当然希望港交所可以再发亮发光 在2021年8月中左右 我也拍了第322集 当时也在说港交所的股价 到底能不能再创高峰 原因就是当时看到港交所每天的成交金额 平均来说 都还可以维持在1658亿左右 但是之后就好像无以为计 同时在第322集的时候 就发觉了港交所的股价 开始已经跌穿了500元这个水平 但是小股不到 原来是会越跌越急的 原因就很简单 比如我经常都跟大家说 港交所的生意好不好做? 很容易看的 如果看了成交金额的话 你就大概知道 究竟港交所的营运状况 会好得去哪里 或者会差得去哪里 现在事实上 事实上证明了 每天看着成交金额 大家心里都很有数 再过多两个月 去到2021年的10月底 其实我也拍了第373条片 都在说港交所的业绩有什么启示 其实是很容易的 你可以在股价方面 也可以略略地反映到 当时的股价已经开始低沉下去了 同一时间 亦都在那条片 第373条片的时候 总结的时候 亦都说过 每天的成交金额 已经差了很多了 其实不是现在才发觉 是当时差不多一年前 已经在说这一件事了 另外市盈率也高得离谱 52倍 你猜如果赚到钱 当然是没问题 但事实上 它的业绩不是那么好 所以我当时定的目标 就是说 目标价会在400元以下 记住 当时它是在做474元 我已经在说股价应该要400元以下 最后能不能做到? 你说呢? 终于去到2020年的大概4月中左右 当时我已经在拍第498集的时候 那题材已经在说 港交所的业绩恐怕倒退 很明显地已经告诉大家 它的情况是转差得非常紧要 最终当时来看的话 港交所的股价跌至322元这么低 可想而知情况会是多么差 同时我也帮港交所把握 看看它的股价最低最低会跌到哪个水平 其实如果最低的话 是会跌穿300元 而最低的时候 在当时来看的话 大概可以跌到278元 这个水平一点也不奇怪 当然 现在当然不会跌到这个水平 但如果以后来说 会不会跌到这个那么低的水平 那就很难说了! 其实由这一秒钟开始 才是我们今天的主题 因为港交所公布了上半年的业绩 但是我们可以由上一季 即是第一季开始 看起来 接着看第二季 然后我们就知道 整个半年到底生意做成如何 不过今天 恒生指数你都见到 最棒的了 都是不够900亿的成交金额 跟之前所说的 他每日平均 还有一千三百多亿的话 差距还是很远很远 这一件事真是很实际的 好了 港交所就公布了业绩了 我首先说回第一季 港交所今年第一季的业绩 按年跌了31% 就赚到26.6800万左右 那就算是OK了 生意当然是少了 所以收入也少了 对不对 另一方面 原来港交所在第一季 他的投资也是转亏的 原本上次是赚大约2亿2千万 在第一季已经是亏了1亿 后来还有一件事就是 是什么呢 就是营运支出越来越高 营运支出为什么又会越来越高呢 转头告诉大家 不过知道营运费用越来越高 肯定就会蚕食盈利 所以第一季的业绩就做得不好 第二季又怎样呢 看下去大家就知道了 刚才我们说了 港交所今年的第一季 就赚到大约26亿多 其实第二季是赚少了 按季再跌多22% 只是赚到21.6800万而已 所以整个半年大概的收入 就是有89亿元左右 最主要的业务方面 都要按年跌了11% 上半年的盈利就跌了大概27% 上半年只是赚到大概48亿元左右 中期息就是派3.45 如果和上次比较的话 就跌了26% 这件事对股东来说当然是不开心 因为扣减股息 还要扣减26% 那么厉害 那就不是那么好 不过呢 派息比率已经维持在九成以上 那么广交所呢 主要的业务方面呢 就是因为每日的成交金额 其实是减少了的 大概就是减少了27% 所以令到结算的费用就收少了 兼且这个IPO呢 亦都是少了 不过呢 幸好的就是衍生工具方面的成交金额就增加了 很可能就是因为我们香港现在变成了赌博成份 可能又再高一点了 所以呢 就是可以抵消一部分 就是赚得不够多了 但是呢 在投资方面呢 你知道港交所呢 草草万卖也有笔钱的嘛 那就拿去投资啦 咦!今年上半年呢 那么大加历史 竟然呢 是投资亏盘 就虚了3.7800万 那么上年的同期呢 就赚到4亿多的 可想而知呢 其实外围的因素都不是那么好的 所以呢 他那笔钱放在什么地方里 虚了3亿多呢 那就不知道了 不过呢 转叉了外围环境呢 就应该是已经成为定局的了 兼且呢 港交所的营业的支出 都是增加了11% 要成24亿5600万 那么厉害啊 那么最主要呢 就是要固住那些员工啊 好可能呢 这个香港的环境不好啊 所以呢 那些员工呢 走下一个走下一个 那些人才来的嘛 你不留下他们 你不给多钱 怎么会留到那些人才呢 所以这一方面的支出呢 就是多了了 好了 既然多了的话 那还有呢 比如说 在伦敦的金属交易所呢 记不记得上次呢 有一件事呢 就他叫停了嘛 那别人倒到兴了一刻 那么 赢的又没有钱收 那输的又不用付钱 那么这一件事呢 最后呢就被人告上去 那所以现在呢 在这个律师的费用方面呢 都要备一笔钱出来呢 作为一个准备 那当然啦 这场律师呢 即这场官司呢 真的有牌打的了 那只会打多久 不知道的 但是有没有得赢 都不知道的 那如果输了的话呢 那广交上呢 又要做一个撇仗了 到时呢 麻烦就会更加多的了 我们呢 可以看回呢 今天这个 恒生指数的 那个成交金额呢 就900亿都不够了 那如果呢 再称香港成为 一个金融国际中心的话呢 我就觉得 真的有点过分了 那你看一下 无论是上证也好 深证也好 喂 人家的成交金额是 我们说的是 4000亿和6000多亿 我们香港 只有那900亿都不够 那如果这样 都叫做一个 金融中心的话 那就实在有点过分了 所以呢 大家都不要再 以为香港呢 是真的很好游泳 好好玩了 其实呢 现在越来越差的了 那 港交所的情况呢 是 比我们估计呢 可能差得更加厉害的 为什么呢 因为港交所说 上半年 每日的成交金额 大概还有1383亿 平均 但是你看看 这段不是一个短时间 又很早之前 我们已经发觉了 就是每日 这个恒生指数的成交金额 是1000亿都不够的 有时低到 七百多亿的 那和现在这个 刚刚公布的话 上半年 平均每日的成交金额 都有1383亿 其实还要削差不多 五六成 即是四成 左右 所以呢 其实 下半年 情况 有可能更加差 因为没有北水到嘛 那你可想而知 这个情况 是很严重的 那还说 1383亿 可以分为两部分 第一个部分 就是主要的证券 占了1199亿 另一方面 就是那个 所谓的衍生工具 占了184亿 所以这一笔数 现在来看 是两边都在萎缩 到时就麻烦了 好了 另一方面 我们看到了 香港呢 如果我们说 已经不属于一个金融中心的话 那我都觉得 应该要承认的 只不过 是一个 有地方 给你买卖股票的地方 但是你说是国际金融中心 我看怕 现在都应该不是啦 另一方面 就是港交所 也算不上是什么交易中心 既然香港都不是国际金融中心 那港交所又怎么会算是一个主要的交易中心呢 只不过是其中一个交易中心 那就差不多 另一方面 我们香港所有的公司 大部分现在都集中来自内地的 很反映内地的经济 最近我们听到的消息 内地的经济又好得去哪里呢 似乎真的不太行啊 内地的经济 所以我们香港的经济 或者我们香港的股市 是死气沉沉 我觉得是真的有迹可寻的 也不是一件大不了的事 另一方面 外资到底会不会继续投资在香港呢 这是一个重要的讯息 你都知道 以前钱进来香港 进来香港出去香港的话 都是很顺畅的 但是 有些人都害怕的 万一我扔了几十亿美金来香港 到时炒完一轮赚到钱 想走的时候走不掉的话 那怎么办 越想越害怕的话 你都知道 人家外资的人都不是傻子 是不是 他如果见到势不对的话 或者见到 香港不是那么稳定的话 喂 除了香港之外 还有很多地方 可以值得去投资的 何必只留在香港呢 所以这一个 都是令到香港有困局的地方 那么 港交所现在的股价 在做的是334元左右 其实呢 我觉得呢 如果以现在的状态 其实上半年的业绩 或者数据 都未能反映到下半年 还是那么差劲的 那么由现在开始 你再继续看下去 看看他每天的成交金额 是不是都保持在800亿 900亿 如果都是这样的话 我告诉你 下半年一定大获的 如果到时是这样的话 港交所肯定要跌穿300元 我才会收货 不知道大家怎么看 这一集呢 讲到这里为止 希望各位都会满意这一集的内容 也都希望各位可以给个赞 作为支持我这个频道 多谢各位 各位 今天呢 我又出了一篇新的文章 这篇新的文章的题材 就是关于香港的人口 人才 和经济 近一两年 2021年就走了百万多人 去到2022年的上半年 亦都走到十二万多 其实加加万万 已经不见到二十多万人口了 你说这个情况 对我们香港 是不是非常不利呢 如果就这样看下去 是的 但是当然 可以由其他地方 补充这个人口 但是人才方面呢 就可能呢 比较难些去补充了 就是 人可以照够数嘛 但是人才呢 就未必可以了 那么对我们将来的经济的影响呢 很可能都会很大的 那么如果有机会 有朋友有时间的话 不妨呢 请你们进来 在这个link里面呢 就可以看到我这篇文章了 那么希望你们看完这篇文章之后呢 看到前后左右附近有广告的话呢 麻烦你帮我按一按 那就可以了 多谢各位捧场啊 谢谢大家